如果你爱刷屏,你一定知道什么叫病毒式传播 如果你是Facebook用户,你一定经历过 什么时候不小心分享了一个疯传的帖子后 你的帖子突然被反诽谤联盟给封掉了 如果你是推特人户,你一定知道 川普在未免连任的中途,他在推特上的账户被封杀了 9月初,当川普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被抄 他本人在纽约总检察长办公室接收了长达四个小时的传讯后 舆论和民调就开始一路质疑司法部所作所为的合法性了 9月21日,美国销量最大的左媒《今日美国》 投出了一篇署名调查报道 矛头只指当今数码时代的魔鹰传播 认为川普2016年能够当选总统全赖魔鹰病毒式传播 而2020年的未免连任失利也是败魔鹰的抛头露面 不过呢,细心的网友却发现 《今日美国》有关魔鹰的调查报道 给人的感觉怎么那么的熟悉呢 似乎和红朝在近40年内 历次准备掀起政治整肃运动前的做法 如出一辙呀 难道今日美国真的要成为红朝的翻版了吗 观点看底走近神奇 这里是信不信有你 大家好,我是李明 在开始今天节目之前 请大家高抬您的贵手 点击频道下方的小铃铛 关注订阅信不信有你频道 和李明一起探索天地间万事万物背后的玄机 共同开启我们的慧眼 提升我们的灵性 魔鹰是啥 对于不熟悉互联网亚文化的人来说 比如李明我 对魔鹰这个词还是比较陌生的 魔鹰这个词是源于古希腊语 Mimim就是模仿事物的意思 创造这个词的人叫 李查德·道金斯 是英国著名的科学家 1976年他写了一本书 名叫《自私的基因》 在书中他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 像语言、观念、信仰、行为方式等 这些东西在传递过程中 非常类似于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基因就是Gin 为了和Gin这个词相似 道金斯就把希腊字模仿Mimim 这个词的词头Mi取掉了 然后就创造了一个词叫Mim 从英文角度来看 Mim这个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英文Memory这个词 就是记忆的意思 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法文的Mem这个词 就是同样或自己的意思 在牛津英语词典中 魔音被解释为文化的基本单位 通过非遗传的方式 特别是模仿的方式得到传播 早在1969年互联网就诞生了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 魔音就成为了一种流行的 以衍生方式复制传播的互联网文化基因 最开始的时候 魔音的特征都是匿名的 而且娱乐性较低 比如曾经风靡网络的兔斯基卡通形象 就是当时的魔音 进入2010年代 移动互联网迅速崛起后 人人都有一部智能手机了 随时随地都可以上网浏览和发布信息 这让人们拥有了一种共同的语言 网络魔音 有人甚至认为没有任何一种文化产物 比魔音带来的影响更大了 也因此魔音迅速在网络蔓延开来 在最近10年中 由于Facebook Twitter Instagram和其他的社交平台 日益占据了人们交流的主导地位 魔音不仅涵盖了网络幽默有趣的温暖健康的内容 也包括了从标签到病毒视频的负面内容 在华语语境中 大家最熟悉的某个语红炒五毛的水军了 在网络上四处灌水的做法 这种灌水其实就是魔音的一种 不过今日美国剖出的署名调查报告 也在愤然指责魔音 作者认为川普代表的是极端右翼 而魔音则是右翼分子传播政治争论 和意识形态立场的工具 那么这样的说法是真的吗 如何分辨其中的孰是孰非呢 关注美国的朋友大概都知道 MSNBC ABC CBS CNN和FOX 这些大媒体的名字 而且美国媒体的政治倾向 也是非常明显的 在这些大媒体中 除了FOX明显片右外 属于Conservative的保守派 剩下的全都明显片左 只是程度有所不同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主流左媒 显而易见美国大选中 主流左媒的各电视台报道 总体全部偏向民主党 并携手一起向川普开火 也就毫无稀奇了 和电视台一样 美国的报刊杂志也是左倾的比较厉害的 估计美国媒体人天生就左倾吧 有网友做了一个统计 看待美国大选 你觉得一边党的信息可信度高 还是趋于弱势的信息可信度高呢 还是监听则明呢 不过最耐人寻味的 还不是信息真假辨识度的问题 而是今日美国发布 这项署名调查报道的时间节点 我们先来一起回顾一下 近40年来 红朝即将掀起政治整肃运动前 都做了哪些动作 8964已经过去33年了 经历过当时历史时刻的人都记得 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 看好学生们的一番说话 紧接着中共党媒开始警告 天安门发生反革命暴论 再后来就是6月4日 学生雪见天安门了 2021年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共最新版的中共简史 将30年前的那场 后来几乎是全民参与的民主运动 再次定行为 极少数人煽动的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 并对6月4日当天进行了屠杀 说成是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 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 依靠人民于6月4日采取果断措施 一举平息了北京地区的反革命暴乱 六四学生是今在红朝 都无处发生 无处深渊 1999年镇压法轮功已经过去23年了 23年前对于一个没有任何政治诉求的修炼团地而言 仅仅是寻求公民享有的修炼的合法权益 中共为了维护起无神论的意识形态 也是打开杀机 镇压前中共的舆论宣传24小时累读连篇 栽赃法轮功修炼者4月25日的大上访 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反党反政府行为 并勾陷法轮功创始人 让所有的修炼人与他们的师父划清界限 否则不是老教就是判刑 时至今日 这场莫须有的迫害依旧还在进行 和六四学生一样 法轮功成员在红朝至今不仅没有发生的权力 依旧时刻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抓捕 2009年新疆七五事件已经过去13年了 13年前的7月5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 爆发了示威活动 后来演变成为了大规模的维吾尔族 及汉族的冲突 中共依旧顾忌重演 在媒体上大肆报道新疆发生暴论 以所谓平乱为名 进行了大规模的武装镇压 根据媒体披露 至少有上千名新疆维吾尔人死伤和失踪 和六四学生法轮功成员一样 维吾尔人在红朝也没有任何发生的权利 2019年香港雨伞运动和反送中过去三年了 三年前 红朝当局在对香港的反送中大游行进行镇压之前 通过媒体将反送中大游行的性质不断升级 重新定性 最后终于开动武力进行镇压了 香港的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就此被阉割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今日美国对魔鹰调查的报道内容 报道说 今日美国审查了数千个互联网魔鹰 从1月6日的听证会和FBI 对海湖庄园的搜索等严重问题 到关于5G和犹太空激光的荒谬阴谋论 审查发现尽管社交媒体公司承诺要斗绝或至少用警告标记此类内容 但似乎无穷无尽的旨在制造不合和模糊事实与虚构界限的磨音 在网上蓬勃发展 很显然作者将川普对司法部 搜查海湖庄园的做法的质疑当作了制造不合 模糊事实 虚构界限的磨音来对待了 作者接下来说 今日美国还采访了专家 专家甚至表示 有关川普质疑搜查的在线图片 视频 主题标签和标语 不仅成为了数字时代的主要交流方式 而且被武器化了 成为传播虚假信息和分化民众的工具 作者还列举出了很多例子 来证明川普与极右翼分子的勾连 例如 作者将2021年1月6日 在美国国会大厦发生的暴徒冲击事件 归因于川普在互联网传播的磨音 对民众的煽动 还例如 作者还将国会骚乱 那些暴徒深配的图标 包括戴的面具 卡通青蛙 以及在人群上方挥舞着带有黑色虎号 KK字样的绿色旗帜等等 都与川普的魔鹰传播挂上了沟 作者还引用魔鹰战争遗述的作者 哈佛大学肖伦斯坦中心的主任 琼·多诺万的说法 来佐证川普与魔鹰的邪恶与恐怖 多诺万说 大多数人认为 魔鹰只是网络幽默或一时的笑声 但几十年来 它们一直被用于宣传和心理战 作者甚至将网络上一些揭露民主党上流人物 性侵和恋童癖的犯罪行为 标权为阴谋论 并认为 魔鹰是虚假宣传的罪魁祸首 在数字时代 几乎所有虚假宣传的活动中 都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特别是在极右翼发布的魔鹰中 往往充满了大量的仇恨言论 因此有一个监控仇恨团体和极端主义的组织 南方贫困法律中心 还有反诽谤联盟就开始聘行专家 投入资金 专门来研究和解决魔鹰虚假消息问题 不过非常有意思的是 只要稍微用一下正常的逻辑思维 就会发现这里面的诡异 相信细心的观众朋友一定也都发现了 如果你没有任何政治形象 你就会看到 美国90%以上的主流媒体都是左翼的 那么如果说极少数右翼媒体 或者网络资讯 就是散布虚假信息的魔鹰 那么那些左媒所散布的所有信息 包括仇恨川普的人们又如何去辨别 去相信是真还是假呢 难道左媒的报道的信息就不是虚假的魔鹰吗 最后作者搬出了反诽谤联盟来教育读者 要提高媒体素养 并认为社交媒体公司应该更积极的打击虚假信息的传播 其实每个使用Facebook的用户对这个反诽谤联盟 是一点也不陌生的 在疫情期间 很多网友关于疫情真相的帖子 包括视频 被这个反诽谤联盟无理的给删除了 而且谁又能证明 这个反诽谤联盟所提供的证据就是真实的呢 它的信息渠道和来源是左翼还是右翼呢 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近日美国对于魔鹰的调查报道 正是川普海湖庄园被搜后 共和党空前团结一致力挺川普的时候 也是对司法部搜查动机和做法提出违宪质疑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间节点和红朝历次整肃镇压开始的时间节点 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不能不说 真的还是极为耐人寻味 非常有意思的 了解红朝的人其实都知道 红朝想要整肃一个人或者一群人 比如刘少奇啦 赵紫阳啦 或者六四学生啦 法轮功啦 新疆人啦 香港人啦 最经典的手法呢 就是媒体宣传开道 发出信号 提醒见风使多的人 赶紧的千万别站错队了 否则就是伸手易出的下场 媒体是党的喉舌 歌颂谁唾骂谁都是由党说了算 因此的红朝常常将传播真相的民间正义 唾骂为反党反政府的邪恶势力 或者被美的海外势力利用的反华势力 而有关这些被整肃的人或团体的真相呢 例如六四真相 法轮功真相 新疆真相 香港真相 疫情封城真相 只能通过民间渠道非官方的流传 而这些非官方的真相 就被红朝称之为病毒式传播的魔因了 也就是说呢 在红朝的体制下 到底党媒是散布仇恨的魔因 还是网络正义是散布仇恨的魔因 还真是不好说呀 那么红朝司法部门是干啥的呢 当然是党的刀把子和枪杆子了 党只向谁就向谁开刀开枪 这一点所有了解红朝的人都是心智肚明的 红朝的司法实际上是党内军 不是国民军 就是帮助中共维持权力的专政工具 专谁的政呢 当然是专中国人民的政了 还能正是专贪官无力的政吗 那些落马的贪官只不过是中共内斗的牺牲品而已 但是美国不同啊 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 美国的建国呢 是建立在对基督的信仰之上的 是为追寻信仰自由而建立的国家 美国的宪法司法军队可都是国民军呢 不隶属于任何政党派别 那么如今的美国无论媒体还是政党 都齐端左倾的时候 左倾是什么意思的 就是越来越倾向于红朝的意识形态的时候 这些国民军的宪法司法军队的性质 会不会就开始蜕变了呢 出现炮红魔鹰这样惊人相似于红朝党媒的调查报道 是不是也就不足为奇了呢 可怜的川普当所有的左媒喉舌对他一起开炮的时候 他哪里有什么言论自由的机会和空间呢 当时连推特和脸书这样的社交媒体 都能封杀一位现任的美国总统 这也确实是西方民主国家极为滑稽的一幕 看来西方民主是不是真的走到了穷途末路了呢 我们再来功利的设想一下 如果美国主流左媒做的事情与红朝主流媒体类似的话 如果有人敢于站出来揭露美左的非法一面 其结局又会如何呢 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好了 我是李明 这里是信不信有你 分享视角 共享资讯 与您一起看世界 欢迎大家留言提问 也可以告诉我您想听的话题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